这是北市车站附近的斑马线 绿灯一亮 跟着补习搭车的民众三步并两步 但多次直击 两个方向的民众差点撞在一起 仔细看斑马线上可是有两个方向的箭头 本来是希望达到分流 但民众却捕沙沙 众向西路已一段还有管前路口 因为这里人潮众多 所以地面上的斑马线都设有双向的箭头 不过可以看到事实上有很多的民众 根本没有按照地上的指示走 藏在斑马线间的小箭头 事实上是双向行穿线 目的是分流舒缓路扣双向行人穿越量 人小的时候就会 就一样还是走过马路这样 之前没有吧 最近才画的吧 你刚才讲我才发现 斑马线造成混淆的 还有北市龙江路这个红色斑马线 当初铺红色耐磨PU 智慧止滑视景 但因铺设成本比一般传统贵一倍 加上成效不张 2016年喊咖后也没再涂销 那头色彩缤纷的 还有今年6月刚试办 黄色棋盘阁的双色斑马线 提醒驾驶人路口减速慢行 北市交通局表示 目前试办中若效果好将提报修法 但一个城市这么多样式 民众实在好混乱 看不出来 我不晓得 不是很清楚 清楚啊 不会知道是因为要放慢 倒不如在那边写个字说慢 大家还会看得起 不止台北新北板桥 也有横跨马路的三条直线 是到盲斑马线 高度增加0.4公分 协助市长者通行 政府绞尽脑汁 保障民众交通安全 斑马线有不同样貌 但缺少宣传 让不少右路人搞不清楚 每一大打折扣 记者姚家鼎林一璇台北报道